黃毓民議員 我在上星期五發言提到官議員的責任就是解決問題 議員的責任是破壞 大哥,我哪有這樣說呢? 主席你都在 我們這些小數派或者反對派 經常被人說有破壞沒有建設 那我當然是破壞,我是提出問題 你負責解決問題,建設是你 所謂破壞與建設的關係是這樣 所有民主國家的議會 在野黨或者反對黨 當然是為反對而反對,難道是為贊成而反對嗎? 這個為反對而反對也好,這些所謂有破壞沒有建設也好 是提醒你而已 我們去發掘問題,讓你去解決問題 好了,他是斷章取義,只是一句 還好笑,說議員的責任是破壞 大把議員抗議,包括建制派議員 當然不承認,你一定要寫明 好像黃毓民之流這些議員 是不是 就是搞破壞 你有甚麼理由說起其他議員呢? 所以這個跟財政預算案有關的 因為他希望這個撥款條例組案 可以在五月中通過 主席你是非常配合的 今天是多少號呢? 五月十九號 是不是 是不是 好了,接下來就要六百多條逐條表決 加上最多一千分鐘 有多久時間呢? 這個月底就一定搞定 然後你就屈 又賴 有一段他講甚麼呢? 我覺得這個 是非常不公道的 我一定要借這個機會 去回應他 他說受到拉布影響破壞條例組案未能 在五月中通過 一定是在五月中通過的 影響六月初的開支 我已經決定暫緩向醫管局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和教資會資助的高等院校發放六月份的資助金 請他們先動用本身的儲備應付六月開支 騰出來的五十四億 如今就可以協助維持其他公共服務運作 我們也透過拉上保下的方式調撥資源令四個部門有足夠資源應付六月初的必要開支 另一方面有議員也表明會在財委會拉布者會拖延大量撥款申請 嚴重影響民生 我先說撥款條例草案的說法 影響了 他的撥款要叫人家儲備金出來 我覺得這個 這個已經不是屈了 不僅只是這樣屈 你是打橫來 還有你給公眾一個很錯誤的印象 然後報紙就在那裡踢我們 目的是這樣 老實說 不要床頭露尾鬼鬼祟祟走出來辯論最好 今時今日大家都看到現在的環境 你老人家已經安排好了 由第一天你剪了 梁國雄三千多條 這個拉布已經是完結了 我是第一個說的 是不是 現在你就算Column 你也要計算到時間上 所以今天 我看到有其他議員會發言 我們都盡量不發言 其實我們預備的那些全部都是 因為有提出修正案 我們當然要發言 但是你這個財政司司長 如月份制 還有好笑的 他說議員是搞破壞 然後他想起八十年代有出電視劇 他又不說電視劇的名字 那個叫做非月十八層 我們跟他差不多年紀 我們看過這個電視劇 裡面有一首很有名的主題曲 叫做難為政邪定分界 這個很清楚了 難為政邪定分界 他為了寫這個網子 就說政府就努力興建 你的議員就努力破壞 引用那個歌詞 很幽默 這個引與失而 彼以不倫 還有 這個網子 講點不講點 要引用 前面就說我們搞破壞 政府就負責解決問題 他們就興建 舉很多例 現在不斷的同事做很多事 退很多法案 就興建了 你們就阻礙地球轉 跟著就要鬥 我沒有意思為這個 整個什麼 他的說法叫做運用議員霸權 議員對立 將政府和議員比喻為歌詞 裡面煩人和魔鬼 事實上在電視劇裡面 苗喬偉和馮帥兩個角色 都不是完全正派 完全反派 對了 我現在說 這首歌叫難為政邪定分界 你就是邪派 你是邪惡集團 六八九港共集團 是一個極端邪惡的集團 你看現在發展局共產坐在那 還不邪惡 是不是 基本上就是一個邪惡集團 你就邪了 難為政邪定分界 很容易定 分界 你不可以將現在 你自己做了一些措置 如果 五月中過不了 負款條例草案 那現在呢 我就要 叫你拿儲美金自己搞定 什麼意思呢 請問 就是我們令到可能 大學資助教育 都可能受到影響了 說這些話 這個是屈 這個是災贓 構陷 邏輯罪名 然後那些建制派物跟著跟他附和 在那邊唱你 是呀 學校沒有糧出的 學校 林恆之今天有一篇文章 我覺得大家應該去看 在《信報》 主席 你看看那篇文章 他提到馮偉剛 提到這些官員 他說現在的一國兩制已經玩完了 基本上是 是不是 還有這些政府官員呢 你不用想 整個香港都玩完了 看看這篇文章 不是我來講的 所以這個總結部分呢 我沒有辦法不要回經 胡蘇仔 那個《難為政邪定分界》 但是在他的網誌裡面 他又不寫《難為政邪定分界》 是不是 主席 歸程問題 什麼問題 梁國雄議員 我覺得 毛泰民議員冒犯了所有的 胡蘇仔 不應該稱他為胡蘇仔 他是壞人 梁國雄議員 請你看清楚我們的議事規則如何規定才提出問題 請你坐下 不要打斷議員的發言 黃毓民議員請繼續發言 你長毛又要塞住我的籠 對於財政司司長的網誌 有一些記者來找我 我也是那句 兩樣東西 第一 你是在斷章取義 我目的就是要抹黑 那些拉布的議員 就是這樣 你的目的是不是達到呢 大家有眼睛看 第二就是 你裡面所說的全部都不是事實 然後你將責任推在這些議員身上 這是非常不公道的 第三 現在根本不是拉布 有你老人家在那裡 還有什麼布拉 所以我會 回應 利用這個機會 輸人不輸陣 大佬 當然要抽回頭 你寫網誌 我現在講最好了 電視正在播 另外我又要回應貴黨的新主席李慧琼 的批評 我提出很多有關國民教育 國情教育的修正案 引來這個行政會議成員 民建聯的新任主席 李慧琼 他就開我名 批判我 那那頂帽子真的很大 我都頂不住 他說我那個修正案 是會妨礙 香港青年認識國家 令到青年的國家 民族感情薄弱 使得他們自我封閉視野 狹窄 催生港獨思想 嘩 他比譚耀宗厲害 是不是 大哥真是厲害 這個這個罪名我怎能承受得起呀主席 對不對 搞些國情教育國民教育 是不是 喂我要求 你減回這些錢 大哥你家裡洗腦 喂現在中國是什麼 貪污腐敗 黑心食品周圍都是 道德論喪 是不是 喂你對一個國家的感情 或者你認同這個國家 有兩個 標準 是不是 一個是理性的 就是從文化認知的角度 角度 即是對你自己國家的歷史文化 甚至語言文字 喂你有一種所謂尊嚴的自覺 是不是 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是不是 這樣才是叫做一個理性的 所謂國族主義 或者叫做 感性的就是從一個道德動機 去出發 但是通常都是虛假的 是不是 喂這個 主席你都很清楚 是不是 做了幾十年人 愛國愛了幾十年 是不是 你現在都會趨向一個相對比較理性的角度 去看這個所謂國家 是不是 或者這個民族 是不是 這個對我們來說 活了幾十年的人 是不是 很堪摩地做中國人 幾十年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常識 又是一個反省 是不是 你如果不可以批判這個國家 這個政權的 你愛什麼國 放個屁你都說香的 愛什麼國 教孩子都會說 不要種壞他 是不是 種辱養惡 孤色養姦 喂中國現在共產黨統治底下有史以來最貪污腐敗的角度 道德倫喪 道德倫喪 你們在這裡擦鞋 都不要緊要 你說我提這些修訂案 會令到 他們自我封閉 視野狹窄 催生港獨 真是 知事體大 這個所謂民族主義主席 是在一個國家遭受到危難的時候 或者被人侵略的時候 那時候真是沒有國雅有家 就不像你民建年當年支持二十三條立法的時候 到處貼碟話雅 沒有國雅有家 你老婆都不肯過你了大哥 對不對 永遠都是由人開始 跟著就家庭 然後才到國家 反過來 喂你被白日本人殺到來 就真的沒有國雅有家了 那時候是 要全民一致抗日 怎會好像你共產黨那麼不知羞恥 是不是 九月三日定為抗戰四年又放假 關你差事嗎 抗戰四年 讀過歷史的人都知道 抗戰的時候你要抽後腿 特區政府還要拍馬屁 九月三日公眾假期 真是不知廉恥 這些不是叫不知廉恥嗎 什麼叫不知廉恥 這些就是 講到這些所謂國族主義愛國主義 我現在分析給你聽 有沒有廉恥啊 大哥 喂 我們已經不想去到 現在去到一個族群的 所謂思念 我現在批判 這些所謂中國人 這個大家有眼看的 這個是 文化很低劣 所謂劣質的文化 產生劣質的人 這是一定的 都不要緊 是吧 今時今日的香港 是吧 你叫年青人去愛國 你搞那麼多這些東西 扔那麼多錢 去培養他的所謂 愛國意識 你真是浪費了 是吧 因為在一個實際的情況下 政治你又干預 社會又干預 經濟文化 全方位去干預 是吧 那些人 怎麼會愛國呢 那些人 是吧 那你就陳柳波自己去愛 不要叫那些年輕人去愛國 是吧 最好笑就是你林鄭月娥也好 梁振英也好 那些兒子全部都在外國讀書 是吧 然後你就叫我們愛國 是吧 你的官員送了那些兒子去外國讀書 然後你在那裏搞國民教育 搞國情教育 扔你個街真是 黃毓民議員 收回 一時氣憤 你怎麼叫他愛國 你現在幫我數一下 什麼事你公務員的子女全部去英國讀書不用錢 為什麼不是回大陸讀書不用錢 是不是 為什麼你高官的子女全部去外國留學 陳柳波你的兒子不在外國啊 不是真的很簡單而已嘛 你 喂 你不要有口說人沒有口說自己 不要緊要去外國讀書有什麼問題 我的兒子全部去外國讀書有什麼問題 是吧 那你不要叫人家 喂這頭你 送了那些兒子女去外國讀書 你有本事 跟著 香港人的子女就要去 國情教育國民教育 是不是 不通的嘛 這個是 現在中共的高官多少是外國籍啊 沒有問題的 這個是人的選擇來的 是不是 是不是 高官子女 去外國 是不是 沒有所謂的 大家有個選擇而已 是不是 這個是選擇的自由 我不想做中國人 我要做外國人 我們不能去怪他 但是你一方面 你就給你的子女去外國 另一方面你就逼香港人愛國 怎麼說得通呢 所以 李維琼在教訓我 我就引用回 當年胡適 差不多八年前說的話 憎你們個人的自由 便是為國家 憎自由 憎你們的人格 便是為國家憎人格 自由平等的國家 不是一群奴才可以建造起來的 清楚得 都不得了 什麼叫愛國 八九十年前 這些智者都說了給你聽 那些有權的人 當權的人叫你愛國 你告訴他們 最緊要欠我自己 的自由 欠我自己的人格 就是幫國家欠人格 就是欠自由 梁國雄議員